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如果射手座的另一半溜了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事业心的人 射手座的全身心都投入在工作中 他并不害怕事业的失败 不管败得有多么惨 他们还能想办法卷土重来 因为他们天生对经营自己的事业有独特的理解 他最惧怕 也最令他感到憋屈的事情 是自己的另一半跑路了 这不仅仅是对他后方的威胁 也会给他的内心造成巨量的伤害 从内部瓦解他对整个世界的信心 进而扩展到对自己全方位的否定 虽然他的事业心很强 行动能力也很强 奈何 此时的他正处于憋屈乃至崩溃的边缘 再强大的执行力没有了大脑的指挥 也只是无用的白色罢了 射手座的人并不是真的很傻很无邪 而是很真很潇洒 他们并不是不了解现实的残酷 并不是看不穿人与人之间利益的薰染 而是他们不想争 不想争并不代表没有野心 不想争并不是因为无能 而是在他们看来 很多东西顺其自然就好 没必要计较的太多 没必要太在意的是 射手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射手座的人通常不愿意别人发现自己是个敏感的人 他一般用狠儿狠神经很大条掩盖自己的敏感 就像他明明难过了 一个人的时候哭死 可在人前还是嘻嘻哈哈 虽然他经常把生气挂在脸上 但是不会把心痛挂在脸上 对于真正的感情 他一般喜欢对所有人报喜不报忧 永远一副不用担心我的表情 或许射手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自己也是缺乏温暖的孩子 却总给别人播撒阳光 久而久之 伪装的坚强已成为保护科 若你敢对射手说 别都自己扛你还有我 射手便会卸下所有武装 像孩子一样依赖你 你会看到射手并没想象中的坚强 只要你说了 那就别离开这个已经为了你脆弱的射手 射手做对真正喜欢的东西 会执着地让人害怕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放弃是什么 除非是他们自己发现这东西不值得 他们的自尊很重要 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这个了 他们懂得原谅 无数次地去世之原谅 就算别人让自己千疮百孔 他们也会无条件地有自己的宽容 因为他们的自尊不允许自己放弃这个世界 射手人员好 好朋友很多 桃花运很好 可是真正脆弱的时候 却喜欢躲着自己疗伤 痛了伤了却也笑着说无所谓 可以很洒脱很随意 却又固执地在乎一些事情 他们看透很多事 却喜欢装傻 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却等待着真正了解自己 能够依靠的人 射手很简单也很聪明 很吵闹也很安静 外人眼里不孤独 但他们的内心却也是最孤独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